比较各色 所以我就比较靠谱 全真自己怎么觉得 我觉得我同意啊 但是刚刚如果讲 我还是愿意歌手 但是你知道 其实很多 不太了解你的人 一直对你比较质疑的一点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歌手 自己的作品并不是很多 所以大家看起来 你更多是一个公众人物 或者是一个艺人 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回绝的一个问题 就是事实是有这样的 就是我也 因为很多媒体问过这样的问题 我就说因为从比赛开始呢 你有一个其实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所以可能大家那时候 就你那时候唱的歌 大家会记忆非常深刻 再想去突破呢 是一个其实非常难的 然后加上这两张专辑呢 就前面两张专辑 我其实也在做尝试 就因为曲风很多嘛 我也在做尝试 我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点 但是我并不着急 因为我觉得很多 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听到的 可能很多年 比如张学友 比如说 比如说张妹妹啊 等等等等 他们其实 你仔细去观察 他们的第一张唱片 第二张唱片 其实没有太多的歌 被大家记住 所以我觉得 我也不着急啊 对 你要这样说 应该还能算上王菲 或者当年的王金文 对因为 其实最早的 其实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 都是后来可能比较有名的歌 大家能够记住 但是因为我是从选秀 一来可能大家就 已经很熟悉 可能认识的比较多 所以会觉得 你怎么没有作品 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一张 其实也是 向这一部分人 来证明一下 我觉得这一张 有一点跟之前的 不太一样 就是在歌曲的旋力的方面 这一次会更 容易学习 容易叫什么 流行度更高吗 对流行度更高 其实我也在做尝试 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歌 才 大家觉得 才算好 因为其实就连歌迷当中 也有很多人的意见 不太一样 有人觉得应该更流行化 有人觉得你就应该 做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 对所以其实我也在思考 那你本身来讲 比较喜欢什么 类型的音乐风格呢 我觉得还是会 会偏重于 偏重于拉丁 部分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现在 做这样的音乐呢 一个比较难 因为难不代表 说市场少 而是说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语言 做拉丁真的很难 因为中国 中国字 字正腔圆嘛 就很难有它那个 就是 是不是能够承载 那个风格 就它的那个流畅性 就就就就会 有一定的难度 对 然后另外 也有市场的原因 因为可能中国 中国人接受这样的 真的很真的很少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传统的 就是民族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未来有一天 如果你觉得可以尝试的话 也会尝试拉丁的 会尝试 但是我觉得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时间大概是多少 你自己预估过吗 预估不了 预估不了 之前我听说 额 颂总去天鱼挑人的时候 问过 每一个当年的这个选秀歌手 你的那些同伴生们 一个问题 说你最想成为谁 你当时的答案 有吗 有吗 那是他应该单独问的吧 对 就单独问每一个人 我觉得我应该说的是 不想成为别人 就是谁 然后成为我自己 就想做李雨春是吧 对 是吗 我当时听到答案是说 叫进来 比如说 叫何老师进来了 然后说 你想成为谁 我肯定不想成为何希 刚才你说的一个东西吧 就是说 你刚才说的一个词 我觉得这个不准确 就是说 你是不是出这些东西 就向别人证明 我觉得写东西 或者说 你凡是从事创作的人 一定是向自己证明 跟别人一般关于不大 而且所以有句话 特别错叫 万众一新 那不就是一群病人吗 这屋你说 可能一新吗 就是说 就是玉米里头 对这个 他唱歌的这些东西 他也我也听到 我他们讨论 他该这样 他该那 那你说你听谁的 那最后 还是只好听自己的 所以有一种 我是这么样理解音乐的 我原来就想音乐是什么 然后我听了好多专家 评论家在那写的特别飞 然后您就 后来我就问了一个大的工艺师 很老的岁数的一个 他不是搞音乐的 我说 您告诉我什么叫音乐 看着我问他 好的声音啊 好的声音就是音乐 哦 后来我说我明白了 就是他给简化到这样了 而且呢 刚才你问他就是说 他会尝试啊 如果到我这年纪就不要尝试了 古巴也有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出专辑的 您还非常年纪 那可能古巴人 古巴人常常受气 他才多大 他在这儿写事呢 我抓一把中国的不行 我再抓一把拉美的 对吧 就是我到底就是我调试我自己 哪个方面我最后发挥的最好 那么就是这个 陈陈觉得音乐是什么 我觉得是情感 因为音乐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情感 然后 可以与各种人交流 我觉得 不需要语言 就可以透过这种情感 让别人来了解你的内心世界 那咱们才会见面的唱歌 要不从这次就开始 咱尝试一下 我五音不出 您这叫对歌 我五音不出